到一起發光教會 宋一鳴指私生活有很大狀況 这所谓的状况就是和丈夫宋敬贤的离婚纠纷 肖天天决定说清楚 5号发出签字长文 受除自己手掌红肿伤势 还有医院验伤单保护令 事情发生在2022年9月初 肖天天请先生拿小孩衣服去洗 以在催促下 对方突然不耐烦暴怒打人 肖天天当下就报警 宋敬贤则是打电话给宋一鳴 找来教会的人阻止自己报案验伤 就在小天天po文说明家暴史末后 宋敬贤也反击 po出三段两人争执影片 更强调是小田天先动手 但他一直能踹我跟挑衅我 我最后实在受不了 开口警告他不要再踹我了 但他仍然继续踹我 最后的最后 我实在实在忍受不了 才出手做了回击 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抱歉 但po出了三段影片 小田天在指控 是自己以手机拍摄 宋敬贤涉嫌违反 窃取个资 那有些人他是觉得说 我就是比较稍微大声说话而已 但是我的本意并不是如此 所以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 有精神暴力或是自体暴力这些 那我们真的要寻求法律上面的一些解决 两性专家表示 发生争执的双方都在情绪上 无法有效沟通 若在涉及暴力问题 只能寻求法律来解决 而率领地检已经将送进嫌疑伤害罪起诉 静新闻最好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